身体说起来,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基本上这件裙子的长度,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 比罗练的长度,下白是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 所以说,这个是里面属于比较显色 比较浅的颜色,要比较显白,比较柔的颜色 甚至是主播身上这个 对了,拉面是在后面有上腕下,面料是有弹性的 跟着助理的翅膀下单,这件一样是穿得到M的 我是穿得到S,所以那些想要穿得包吞一点 可是不想太包的,这件一样很适合 因为基本上这边,Hip这个Palette是属于小小的A的版型 对了,我去换红色,你们先看 所以说,这个款式最大到爱交 那么跟助理的翅膀,能接受腰贴身 可以选择M,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弹力 可是它不会像有一些这样子来的这么大 所以说,这一件,OK,你看啊 它拉伸不会像有些,它是有弹 不会说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这一件呢,M呢,我直接说 要是到77,78的话,能接受贴身可以,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说,跟我的尺码 就是说,腰贴,能接受贴身 你们可以选择穿M,而是穿在M线 然后我的身高160 穿还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OK 膝盖底下的一个长度来的 所以说,这款式,三个色,我都可以穿得到M线 所以说,你要接受贴身,没有问题 不然那你就肯,要选择大,不可以选择小,OK 我选择M size,好 来,我换了这个酒红色 蛮长的色里面比较粗彩的颜色,酒红,OK 相比之下,它蓝和酒红都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可是比起来,红色会比较粗彩,OK 我身上的酒红,这样来讲呢 它左右两侧这一边这些details 是款式来的,不能够拆着 TESHA那一边的,OK 有口袋,OK,跟着助理的纸码下单 可以接受贴身,可以下单M size 因为有些人,在助理的,它是可以接受贴身的 有些人是完全不一样 可能穿的像我这样子,对它来讲 它都会觉得是很贴啊 所以有些人就喜欢比较宽松的版本,OK 整体穿起来长度是搭气的长度 上班肯定是没有问题,OK 比较新链的,红色,买了想要新年穿的 这个颜色也非常适合,OK 像之前讲的,陆陆续续啊 接下来的款式都会有很多 有红色啊,紫色啊,青色啊,黄色 这样子的,比较新链的颜色,OK 红色,来,我先把这个details给你们看见 所以颜色吧,有三个色可以选 可以有三个色可以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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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吗? smoke Amaa三个色里面最深的颜色会是这个Denning Loo 如果说整体穿起来比较断装的也会是这个蓝 上班不能穿太花俏的颜色带走这个Denning Loo 对啦可以比较深的颜色 三个色里面比较直场风的颜色就是Denning Loo 这一期谁要找这样的Solid Colour 这样子有点包囤的来带一点点小A的 就只有这个款了因为我们近几期的脸色群都会比较少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三个色酒红 只要买了新年穿圣诞节穿带走酒红色吧 不然穿太红的又想穿得比较Ladies一点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Layla Pink 它有点粉纸粉纸色这样子 上班比较断装的颜色就不用多说 一定是这个蓝色 这里是穿M size然后我一样是穿得到S的 CES29价钱83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这个款是来个比较oversize的上衣 OK basic款上衣